一旦县今天新增723名的确诊个案 确诊案例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而在校园的部分 今天新增确诊学生数共176人 教职员工25人 而遗憾的是今天也新增了两名死亡个案 都是男性年龄超过了80岁 今天全国新增了45,081位确诊的个案 那一旦新增了723位的确诊者 遗憾的是今天新增的死亡个案 两人都是80岁以上的长者 那两位都是男性 其中一人并未施打疫苗 一位已经施打3剂的疫苗 而在疫苗部分 宜蘭县疫苗第一剂的涵盖率 已经达到88.1% 第二剂疫苗涵盖率达到80.3% 第三剂涵盖率已经达到66.4% 而第17波的疫苗快打仗 也将在6月18号起陆续提供服务 第17波快打仗将于 6月18号星期六开始提供服务 那请尚未完整的接种疫苗的民众 踊跃前往疫苗快打仗 或者是到县内合约医院所接种的疫苗 65岁以上长者接种完疫苗以后 还可以获得500元的礼券 以及两剂家用的快筛试剂 为了自己的健康 请尽快的施打疫苗 县长也宣布为了守护第一县的防疫兼兵 县府将提供县内的警察人员 消防人员 各乡镇市环保清洁队人员 防疫计程车司机 各村里领长以及村里干事 每人家用快筛试剂两剂 以提升全县的防疫量能 为了守护第一县的防疫兼兵 我们将提供警察同仁 消防人员 各乡镇市环保清洁队的人员 还有防疫计程车司机 以及各村里领长及村里干事 每人家用快筛试剂两剂 以提升我们的防疫的能量 这些试剂将由各局处负责转发 县长也提醒 宜兰县所属各级学校 今天已经恢复了实体课程 请家长及老师提醒孩子们 务必落实各项的防疫作为 并多加留意他的健康状况 大家共同努力尽快战胜病毒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